黑龙江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 它始建于1907年 是一座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 最早它是沙俄的隋军教堂 如今它既是文物 又行使着建筑博物馆的功能 对于外地人来说 这里也是来哈尔滨旅游的毕达卡第一 以墨绿色的洋葱头位中心 教堂平面呈十字形洋葱头四叶 各有一座尖顶钟楼 虽然被称作为大教堂 索菲亚的规模却不算大 然而其造型的华丽精致 建筑风格的层次繁琐 以及宗教建筑自带的神圣庄严 都会让见到它的人不由自主的发出赞叹 在周围的一片淡色调建筑中 索菲亚教堂格外的醒目 阳光打下来是墨绿色的这个顶 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顶部的十字架更是金光闪闪 如一个遥远的美人 矗立在C位 现在呢 它已经成为了哈尔滨的地标之一了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前这个教堂非常有特色 这个叫索菲亚广场 然后呢 也是这个索菲亚教堂 这个是以前的隋军教堂 现在呢 就是成了一个旅游打卡地了 这个地方人也是非常多的 在周围都是有很多的商圈 看在门口的路上 也都是已经堵车了 说句实在话 到了这个哈尔滨以后 第一个呢 你感受这个 冰城的一些特色 是吧 哈尔滨号称冰城 然后呢 这个还可以感受一些御医风情 再逛一下那个中央纳街 还有很多的这种 俄罗斯的一些商品 所有的这一切的体验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是曼哈顿商场 这个斑马线比较有意思 它是斜的 四面的斑马线都是斜的 按正常来讲 就是这个斑马线是直来直去嘛 这边呢 就是斜的 这附近刚好有个菜市场 就到这个菜市场里来逛逛吧 这个菜市场是室内的 那人流量非常大 我感觉哈 这里的菜市场比那些早市啊 或者那些集市场的 这个就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具体的情况 我们看一看人再说吧 哇 这里面非常 这个非常大的 这里面这个菜市场 写的叫菜市场 但是感觉的好像是商场一样的 超市一样的 海鲜的 下人 逛一下嘛 熟食 这是卖什么呢 哦 养生汤 猪手 43块8一斤 哇 这个猪手这么大 真是没想到 你看这里面这个市场 是吧 感觉到是不是非常棒 我在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嘛 这个室内的 然后人气非常旺的 并且好像超市一样的 再逛逛其他的地方 再逛一逛 逛一逛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卖其他的稀奇的东西的 在这里面 就像逛那个超市一样的 不过就是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 卖什么的都有 这个是卖啤酒的 25元一袋 18元一瓶 12块钱一杯 卖糕点的也排队 这什么呢 南瓜 南瓜泥 甜的南瓜泥 南瓜 南瓜泥 这又是卖什么的 也排队 红肠 这个就类似于 好像是山东直博的 那个巴辣金市场一样的 是不是 很多游客都在这边买特产 应该是这种情况吧 我想的 说是菜市场 但是这里面菜市场不多 卖小吃的 烤串 滋滋冒油啊 营养中餐 这边是卖熟食的 在这里吃的 挑花来远 也转阴的方向 就是随便逛吧 在这边一听口音啊 一感觉呢 就是好像 就是外地游客是比较多的 土豆丝卷饼饭包 哦 用那个饼 包这些菜 这个葡萄这么大 带骨羊排 三十八块钱一斤 三十八块钱一斤 牛前腿腱子肉 是四十八一斤 这边卖的这些菜 都是我发现的都是精品 西红柿十五块钱一盒 这都不是普通的菜市场 看这边的菜也是包装的 非常的漂亮 不是那种散装挑想着卖的 就是包好的一包一包的拿着卖的 现在呢就准备出去了 大家感觉到这个市场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评论吧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